看当年快乐大本营这期节目 就知道文章马依离为何会离婚了 文章连线了场外的马依离 拿起听筒那一瞬间文章秒变小男人 向马依离撒娇表示想养一条狗 万万没想到马依离没留半点情面 当场拒绝了文章的请求 直到2019年关宣离婚的前几天 久不露面的文章晒了两张科基的照片 并且批文欢迎你的到来 一范承诺一辈子守候 文章终于养了狗 可是这段11年的感情再也装不下去了 其实这一切从他们初识时的关系不对等 早已注定了结果 不仅仅是出轨这么简单 在姐弟恋远不如现在主流的2008年 事业已经处于巅峰期的马依离不顾众人阻拦 力排终于嫁给了小子几八岁的穷小子文章 而后文章的关注度和资源都得到了大幅的提升 就在出演众多佳作走红之后 他们的婚姻也一度亮起了红灯 面对铺天盖地的指责和拳网封杀 马依离没有选择放开文章的手 而是用了一句且行且珍惜来形容自己的婚姻状态 不过留给文章的除了无限的懊恼与悔恨 还有无限期的雪藏 文章在提到和马依离的这段感情时 依旧用了无爱依离这样的字眼 就像他们女儿小明依然是爱马一样 11年的婚姻就算没有爱情维系 也同样有亲情做支撑 但这段婚姻最终还是画上了句号 那些看似婚姻特别美满的人 你敢保证之后他们的婚姻没有问题 你敢保证他们一辈子是生活在一起的吗 其实就算两人之间没有出现第三者的差足 在结婚之初他们就存在着很大的不对等问题 不论是年龄还是名气 两人都有着很大的差距 有网友分析或许这就是文章在走红之后放飞自我的主要原因 他太压抑自己了 时至今日马依离那句 恋爱虽与婚姻不易 且行且珍惜依然是广大网友调侃婚姻的经典语录 可如今文章不仅没和马依离走到最后 当年爱的死去活来的姚迪也没有成为她最后的女人 前不久文章被拍到和一名陌生女子共同出行 疑似有新恋情 不过女方貌似是圈外人 在发现被拍时频频闪躲 和一脸淡定的文章天差地别 而就在文章被拍到没多久 4月26日马依离疑似被爆出新恋情 据知情人士爆料 马依离和一名神秘男子同回小区 两人看起来像是同居了很久了 不过这名男子看起来挺成熟的 头发有些花白 很高大看起来也很健硕 和马依离一前一后走在马路上 之后肩并肩一起遛狗 中间路过一间花店 马依离选了一束花 是南方付的款 后面两人就一起回到了住处 他们一路没有过多的亲密举动 就像老夫老妻场面看起来自然温馨 看来是谈有一段时间了 从曝光的照片可以看到 马依离当天身穿灰色上衣搭配粉红色长裤 打扮得非常生活化 而南方则是一身黑衣 就像个保镖 虽说南方看起来比马依离大 但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 毕竟马依离的姐弟恋结果不怎么好 所以找和自己差不多大的可能会更稳定些吧 不过目前马依离也没对这段关系进行回应 这些也都只是网友们的猜测 但大家还是希望马依离可以找到自己的幸福 当年和文章离婚后 两个孩子都跟着马依离 一人带孩子的生活固然是辛苦的 但马依离从未放弃 在面临着身体和心灵的摧残时 依然成为一个好母亲 呵护着孩子的成长 而文章虽然在感情上亏欠马依离 但对孩子他也始终是尽职尽责 做到了一个父亲应该做的 两人都是很疼爱孩子的 会一起参加孩子的活动陪孩子出去玩 经常被拍到他们和孩子在一起的画面 所以也经常会被媒体拿出来做文章 时不时就传出类似复合的传闻 而估计双方已经厌烦了这样的猜测 干脆以前以后主动放出了消息 想要彻底和彼此断开联系吧 如今文章满意里也都有了各自的生活 以前的事也过去了好多年 是该往前看了 或许对他们而言 一别两宽的生欢喜 才是最好的选择吧 请不吝点赞